近日,据网络消息爆料,周振南父母早在2016年便被列为被执行人,欠款高达上亿元,不但欠款银行,更是欠款上百业主的维修基金,还曾被业务公开维权。 据悉,周振南父母被列为被执行人后,子女不得不读高价贵族学校,但周振南却是读的成都最贵的学校。 同时,周振南在去年参加选秀节目及出道后,被发现一直是富二代人设,手表、吉他、穿衣等都是高端品牌,动辄几十万。 消息曝光后引发网络热议,并且经过信息网站查询消息,确实为真,周振南及经纪公司并未回应此事。 不过,面对网络铺天盖地的消息,周振南后援会已经发声回应,从其发文可见后援会喊话粉丝,为之全貌不要自我解读及回应,尽量谨慎盛行。 之后则表态已经联系哇唧唧哇,希望公司出面回应并做出相关举措,不要让事件再度发酵。 显然后援会未曾否认此事,并且多方消息已证实此事为真,只能是希望公司尽快出面做出举措, 不要让周振南受到伤害,云素地整理报道。